马克思在探讨的异化劳动 可以说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改造 是对经济学的改造 他提出异化劳动理论 然后散发了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的概念 他是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这样一个改造 同时从政治经济学的改造当中 完成了他的哲学改造 完成了哲学改造 也就是说他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实现了对德国哲学改造的 这样一个很关键的一步 就通过这个政治学 可以说是对政治学的批判 使他实现了对德国哲学的这样一个改造 当他完成了这样一个改造以后 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对他 原来作为他的思想起源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展了一种批判 他觉得有必要对黑格尔的辩证法 作为一个一般的批判 作为一般的批判 也就是说总体的批判 这可以说是他是第一次对自己的这样一个 如果黑格尔辩证法是他的起点 对他自己的这个思想起源 作了一个自我反思 那么这样一个反思 也是他对布罗罗鲍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 因为青年黑格尔派我们说了 这个黑格尔哲学分化当中 分为老年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 那么青年黑格尔基层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所以马克思也进到黑格尔辩证法 那么这样通过这样一个政治军学批判以后呢 他就提出来 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自身的辩证法有什么区别 他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什么区别 所以这样他就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了 作了一个清算 作了一个清算也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 这样一个批判哲学了 进行了这样一个清算 那么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上面 我们要把握三个问题 我们要把握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马克思和菲尔巴哈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和菲尔巴哈的关系问题 我们说在这个时期啊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 它是受到了菲尔巴哈的影响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他在这个里面呢 他以称赞了菲尔巴哈 他是说菲尔巴哈呢 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 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 并且以菲尔巴哈的能本主义的维吾主义 揭露黑格尔 否定之否定的神学性和超验性 这一点呢 他是对菲尔巴哈的一个赞赏 但是呢 马克思又不像菲尔巴哈那样 简单的否定黑格尔 不是简单的否定黑格尔 而是抓住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中 具有批判性和能动性的否定性原则 就在这个里面呢 马克思又抓住了他的这个 否定之否定 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 这个辩证法当中啊 具有批判性和能动性的否定性原则 并通过对这一个原则的维吾主义改造 而建立起实践的辩证法 这就是他不同于 甚至超过于 超越于这个菲尔巴哈的这样一个地方 这是第一点是我们需要把握的 第二点呢 我们就要看到马克思 对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改造 对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改造 这是马克思建立维吾实践辩证法的 极为关键一步 这个我们读一下马克思 是对黑格尔的这样一个概念的 这样一个劳动概念的这样一个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 马克思在这写 就是说也是一段经典的话 马克思说 黑格尔的现象学 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 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 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 看着一个过程 把对象化 看着非对象化 看着外化 和这种外化的洋气 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 把对象性的人 现实的 因而是真正的人 理解为他的劳动的结果 能同作为内存在物的自身 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 或者说 能作为现实的内存在物 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 只有通过下去途经才有可能 能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内力量 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 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 才有可能 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 而这首先又通过异化的形式 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 那么从这一段话里面 我们把这一段话分析一下 这是马克思对这个黑格尔的 这个劳动概念的一个说明 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肯定了 黑格尔辩证法的两点价值 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呢 它有两点价值 一个呢 它是以 这个黑格尔是以否定 来说明能的本质的实现 就是它是以 通过这个否定这个概念呢 来说明能的本质的实现 把能的本质的实现 描述为一个客观化 对象化的过程 它是把这个能的本质的实现 描述为一个客观化 对象化的过程 一个通过能自身的本质 异化和对异化的阳气 而重新占有自己本质的过程 所以也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直现的 而是看作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 这样一个环节 特别强调通过这个否定 这是它的第一个价值 那么第二个价值呢 它是以劳动为否定的内容 以劳动为否定的内容 说明能是对象性的 自我创造的存在 这个能的否定 它是怎么来的 是如何实现的 它的动力在什么地方 马克思说 这个地方啊 黑格尔就揭示出来什么 是通过劳动 是通过劳动 所以这样他就抓住了这个能 自我否定的这样一个环节 把能看作是一个 自我创的存在 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 这个劳动概念的一个肯定 但是呢 所以他说把劳动理解为 他在高度的赞赏 所以他说把对象化的 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 理解为他的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能同作为内存在的自身发生 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 或者说能作为现实的内存在物 即作为能的存在物的实现 只有通过这个下旧途径 就是说通过把自己 全部的内力量这个显示出来 那么只有通过这样一个活动 它才有可能 所以在这个地方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个观点 但是马克思同时又指出来 同时又指出来 说黑格尔只看到 劳动的积极的方面 而没有看到他的消极的方面 消极的方面 那马克思这儿说的 劳动的积极的方面 指的是什么 就是黑格尔说 这儿所肯定的 就是说他指的是劳动 具有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的方面 人的这个精神的自我意识创造性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我们在前面讲的这个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定义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 就是说人的本质是什么 他首先有自我意识 首先他要建立起自我意识 是吧 就是人是一种什么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这个自我意识是什么 是能够把自身的内 变为自己的对象 他能够看到这个 把他的内和他的生命的肉体 把它分裂出来 作为研究的对象 那么这是什么 人自我认识 是不是人的一个自我认识 我认识我是作为人 作为人的特性 作为一个内存在 它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什么 充分地体现了人的本质 他的精神的自我意识里面 人要实现自己的本质 他不能没有这样一个环节 没有这个环节 所以这一点上呢 马克思说 黑格尔他是看到了 也就是劳动的积极方面 但是呢 他没有看到 劳动的消极方面 劳动的消极方面是什么 马克思所说的 劳动的消极方面呢 是指劳动 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 人对自然的依赖性 人作为自然物的存在的方面 人对自然的依赖性 和人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 他的这个存在的 所谓自然物的存在的 这样一个方面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方面 所以人的外化和外化的阳气 人的这个自为的生成 就不单是一个精神的过程 所以他不表现为精神的过程 而是表现为一个 能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 表现为能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 并通过对象化的活动 而实现自己本质的力量 创造自己的感性存在的过程 感性存在的过程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是通过劳动的消极方面 通过劳动的消极方面 驳去了黑格尔劳动概念的精神外壳 把劳动当作感性的活动 就是说劳动啊 它不是一个 仅仅是一个精神的 自我意识的创造活动 它同时呢 也是一种感性的活动 是一种现实的感性的活动 这是马克思啊 对这个黑格尔的这样一个 劳动概念的这样一个改造 劳动概念的改造 那么除了改造劳动概念以外呢 马克思还对黑格尔的 否定概念进行了改造 对马克思啊 马克思还对黑格尔的 否定概念进行了改造 马克思对否定概念的改造啊 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 一个是在内容方面 一个是在他的形式方面 在他的形式方面 那么在内容的方面呢 马克思指出了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否定阶段 他就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否定阶段 是包含什么内容呢 道德 家庭 市民 社会 国家 合法 宗教等等 宗教等等 那么马克思说 黑格尔的这样一个阶段 否定阶段的内容啊 这个也就是说 他的否定概念呢 都是一些现实的 感性的 实在的 有限的 特殊的东西 就是他这个否定阶段的内容啊 刚好就是现实的内容 现实的内容 它包含着这个现实的 感性的 实在的 有限的 特殊的这样一个东西 他都在这个阶段里面表现出来 是能得现实的存在 所以黑格尔呢 马克思就说 他实际上这个否定概念啊 讲的就是能得现实的存在 马克思认为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 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 他是把这个现实的 感性的内容 当作一个环节 当作否定的方面 而没有把它们当作存在 当作一个环节 当作一个什么 是实现绝对精神的一个工具 是吧 是一个工具 他说实际上他又说什么 整个是 如果这个人的精神法 是一种理性的 那么这个 他说这个 实际上这一个方面呢 他只是理性的一种这个狡诈 就是说理性在后面操作他 而这些东西是没有 没有真理的 没有真理的 所以马克思就说 他把这个现实的感性的内容啊 只是当作一个否定的环节 只是当作一种环节 一个实现理性的工具 而没有把它们当作存在 当作肯定的方面 当作肯定的方面 这就是感性的东西 从属于精神的东西 从属于精神的东西 因此要把黑格尔的否定概念当中 已经包含着现实的劳动的 包含着劳动的现实的经验的内容发掘出来 就是你要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 看到他的现实内容 就必须把黑格尔称之为否定的东西当作辩证法的出发点和终点 也就是说黑格尔是把这个国家 道德 家庭 市民社会 国家 法 宗教等等 都当作什么 当作否定的 就是说 马克思说的 这个黑格尔他不是当作肯定否定 否定之否定 这个辩证法来说明劳动 那么这个否定的方面 马克思说刚好他说的什么 都是一些现实的内容 国家啦 市民社会啊 就是说这个道德啊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一些现实的 也就是说是具体的感性的 现实的感性的 实在的东西 这个呢 他是把这个什么 这个否定的东西啊 他是一个精神的东西 他作为前提 也就是说 当他把肯定的东西作为前提 他是把精神东西作为前提 然后通过这个具体感性的东西 然后达到绝对精神的一个实现 达到绝对精神实现 那马克思说 要改造黑格尔的哲学是什么 就把他作为这样一个否定东西的 这样一些东西 就是说一些这个具体的感性的 现实的 也就是国家 市民社会 等等这样一些家庭 等等这样一些现实的内容啊 当做什么 当做出发点和终点 就是说你肯定的东西是什么 所谓的肯定的东西啊 应该是 如果说肯定的东西是起点 那么应该把这个国家市民社会 这个家庭作为他的起点 作为一个肯定的东西 作为肯定的东西 然后通过劳动的自我否定 然后达到这个 他的这个现实的实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就说 他实际上啊 应该怎么呢 就是说 如果这样一倒过来啊 就是把这个否定的 把这个他所谓否定的国家 市民社会 家庭 伦理 道德 这样一些现实的内容 现实的内容 当着辩证法的出发点和终点 也就是把这个感性的 有限特殊当着肯定的东西 当着辩证法的全部内容 那么否定之否定呢 就不再是那种具有无限性 和抽象普遍性的 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 而成了能得感性世界的 创造的辩证法 创造辩证法 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 马克思作为出发点的 如果说在黑格尔那儿 他是作为一个精神 作为他一个 绝对抽象精神 作为他的出发点 那么马克思在这儿呢 他是把国家 市民社会当作出发点 就是说你这个国家 市民社会 他的出发点 通过异化劳动形式 然后到了这个 他的一个能的 一个真正的实现 一个能的自我实现 这样马克思就把这个国家 市民社会家庭 就是具体的感性的东西啊 变成了什么 辩证法的一个现实的内容 现实的内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在把否定 黑格尔当作否定的内容的 现实的感性的 实在的 有限的和特殊的东西 作为肯定的东西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作为他的出发点的时候 他不仅仅不是单纯的变换了 这个黑格尔的否定 与肯定的概念 而是对黑格尔的 这个否定这个概念的内容 作了根本的改造 所以你说否定的东西啊 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对抽象精神的否定 而是对国家 市民社会的一个洋气 一个洋气达到人的一种实现 一种实现 那么这是在内容上来说的啊 那么怎么理解 马克思这个内容的改造 这样一个改造呢 它是通过思维形式的改造实现的 所以马克思在改造 否定概念的 这样一个内容的从事呢 也对形式的方面进行了改造 那么马克思否定 这个黑格尔辩证法的 这个否定之否定辩证法 所采取的这个形式呢 马克思认为 他采取的是什么 同一性的思维形式 同一性的思维形式 也就是说呢 这个黑格尔坚持这个同一性的思维形式 应该说啊 黑格尔坚持这个同一性的思维形式 和他的辩证法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是一致的 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同一性的思维形式呢 这个他强调是一 是吧 肯定是从精神出发 然后最后回复到什么 他回复到否定之否定达到绝对精神的时候 绝对精神实现的时候 这个绝对精神 它是不是一个同一的 是无矛盾的 是吧 绝对知识嘛 它是同一的 无矛盾的 所以他从总体上是什么 从一到一上否定这个多样性啊 只是他实现一的一个环节 他最后什么 要把这两个 这两个环节啊 要衔接起来 那么如果这两个环节衔接起来 当作他的自我实现 我们说 这个人的精神啊 通过这样一个肯定的环节 然后经过当中的否定 最后达到实现的时候 他是不是一种精神的实现 他实现完成了 他就完成了 所以他是一种封闭性的 我到这儿就完成了 我统一了 就是说他的这个哲学 是达到这个统一为目的的 他是要消除差异 他承认差异 但是差异呢 只是获得统一的一些环节 或者是一些工具 是一些手段 他最终的目的是要 使他达到统一 所以他的整个思维 是受到统一性支配的 这就叫统一性的思维形式 那么这样一个思维形式呢 和他辩证法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是一致的 他到最后 当他统一绝对精神完成了 他就不再发展了 所以黑格尔的哲学史 讲到黑格尔那儿就完成了 他的哲学就是全部哲学的完成 达到了这样一个统一 达到统一 所以黑格尔的哲学呢 哲学史 它是面向过去的 我是把这个所有的古希腊以来的 发展的这样一个哲学史 都作为我的哲学完成的一个角度 我的哲学的 找到了自己哲学的根据 在哲学史上的根据啊 全部成了我的角度 那么他的未来发展呢 没有了 就到他这封闭了 所以黑格尔的哲学 是到黑格尔那儿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那么这个 马克思把这个黑格尔的否定内容 作为辩证法的起点和终点的时候 也就把黑格尔以否定 异化表达的人的自在和自为之间 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 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 作为辩证法占主导地位的形式 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啊 实际上呢 这个在这个辩证法所表达的 黑格尔辩证法所表达的 自在和自为之间的关系 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矛盾 主体和客体的矛盾 他们的这样一个对立啊 就是矛盾辩证法的全部内容 就是他的全部内容 也就是一种啊 就是说那也就是说 把它作为存在 所有人啊 总是二元的存在 一个是他的自在的存在 一个是自为的存在 那么自为的存在是什么 他的实现的有意识的存在 那么同样呢 他的意识和自我意识 客体和主体之间 它是永远的一个矛盾 而且就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不可克服的 这样就是说 哪怕你通过了凉气 但是它又是不断出现的 这样一个无限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样一种这个思维形式呢 也就是马克思啊 把它看作是一种什么 矛盾辩证法的思维形式 那么马克思以这种思维形式 代替黑格尔的同意性思维 说明人的存在 就把人的存在看作是 既受动又能动的一种存在 所以在马克思那儿 他说作为人的存在 作为国家市民社会 你总是一种矛盾 所以对于人来说呢 他既是一个自然的存在 也是就说 也是一个社会的存在 那么他既是能动的 同时也是受动的 也是受动的 所以他指出 他说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 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物 一方面呢 他具有自然力 生命力 是能动的自然物 那么这些力量 作为天赋和才能 作为欲望 存在于能的身上 这是一个方面啊 他作为自然物的 这样一个存在 他说另一方面呢 能作为自然的 肉体的 感性的 对象性的存在物 同动物一样 是受动的 受制约的 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也就是说呢 他的欲望的对象 是作为不依赖于 他的对象 而存在于他之外的 就是他所欲望的 这样一个对象 也就是说 他和他的欲望 这个对立起来的 那个对象 是不依赖于 他的对 作为不依赖于 他的对象 而存在于他之外的 是存在于 他的欲望之外的 他欲望的对象 就是他想要的 这个对象啊 他本身呢 是作为不依赖于 他的对象 而存在于他之外的 他说但是呢 这些对象 是他的需要的对象 是表现和确证 他的本质力量 所不可缺少的 重要的对象 就是说 说人是肉体的 有自然力的 有生命的 现实的 感性的 对象性的存在 就等于说 人有现实的 感性的对象 作为自己本质的 及自己生命 表现的对象 或者说呢 人只有凭借感性的 现实的 感性的对象 才能表现 自己的生命 就是马克特在这儿啊 通过这个对人的 这样一个人动 说一方面 把它看作是 人动的这个存在物 就是说这个 有这个天 天父和才能啊 作为一个欲望 存在于人身上 他是一个人动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又强调了 这样一个人动的东西啊 他是 他又是受动的 又受到这个 他的对象的 这样一个自愿 那么既然能是这个 能动的和受动的 双重的存在 那么人的实现 人的本质的实现 人的自我创造的过程呢 就不是一个 像黑格尔所说的 一个纯粹的精神的运动 也不是菲尔巴哈 所说的物质的运动 如果说黑格尔和菲尔巴哈 对立的话 一个强调的是 纯精神的运动 那么一个是强调的 纯粹物质的运动 而是什么 能通过对象化的活动 不断地与外部自然界的 交互作用 就是能通过他的劳动 通过他的对象化活动啊 不断地与外部 这个自然界交互作用 创造人化的自然界 和自然的人化的过程